太极十九年连生十四个孩子 最终游进灯库死在了铲窗上 看似美好的爱情故事 背后却阴森满满 听完太极灵的故事 让人不憨而立 相传太极原名叫阿基曼 是一位具有波斯血统的爵士美女 沙甲韩呢 在十五岁那年对她一见钟情 并在五年之后娶她为妻 阿基曼除了容貌出众外 亲戚书画也样样精通 而且还能帮沙甲韩处理政务 所以在婚后深得沙甲韩的宠爱 夫妻二人生活十分甜蜜 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如交死期 即使是要去上战场 阿基曼也会陪伴左右 然而好景不长 公元1622年全力熏心的沙甲韩 竟然想颠覆自己父亲 甲韩吉尔的王朝 他不顾阿基曼的劝阻 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战争 结局却以失败告终 因此沙甲韩以及其家人被流放七年 在被流放的日子里 他们一家颠沛流离 日子过得十分不尽人意 但阿基曼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他一直陪在沙甲韩的身边 尽力做好妻子的本分 看着对自己不离不弃的阿基曼 沙甲韩也是十分感动 暗自发誓一定不会辜负他 1627年老国王贾韩吉尔去世 这对被流放的沙甲韩一家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很快 他就在自己岳父阿萨夫韩的支持下 打败了自己的兄长并继承王位 成为了莫沃尔王朝的第五位君王 所谓糟糠之妻不可弃 沙甲韩登上帝位以后 并没有因为身份 就忘记之前一直陪着他的阿基曼 对他的爱有增无减 为了感谢妻子当年对自己的不离不弃 他非但没有充盈后宫 而且还正式册封他为蒙太基马哈尔 以为王宫之冠 就这样 阿基曼成了整个王朝里最尊贵的女人 人们把她称为太基马哈尔 简称太基 到了公元1613年 以气风发的沙甲韩 想要平定国内的叛乱 于是便亲生德干高原 按照惯例 太基作为沙甲韩唯一的妻子 是要跟随沙甲韩出征的 一方面是为了了结相思之苦 另一方面则是太基在身边 沙甲韩也会安心 不过 当时的太基身怀六甲 行动十分不便 沙甲韩担心 待他出征会出什么意外 便想让他留在宫中待产 但太基不愿让丈夫一人出征 执意要同沙甲韩一起去战场 沙甲韩扭不过他 只好答应让他一同前往 身怀六甲的太基 执意要随丈夫一起出征 他是否能够平安归来呢 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太基的身体并无大碍 沙甲韩也是屡战屡胜 很快就平定了叛乱 带兵回宫了 可就在归途中发生了意外 太基突然临缠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 加之呢 有没有在皇宫中 没能做足准备 太基只好在简陋的环境中生产 此时的太基 已经是38岁了 放在今天呢 那就是妥妥的高龄产妇 而且在此之前 他已经接连生了13个孩子 身体也早已大不如前 所以在他拼尽全力 生下那个孩子之后 身体便变得十分虚弱 如果是在皇宫中 或许还有办法好好调理 可由于是在宫外 环境十分恶劣 所以在分娩不久后 太基不幸感染了蝉乳热 还没来得及回到皇宫 就在营长中去世了 临死前 太基向丈夫表示 希望对方呢 能够好好照顾 刚刚生下来的孩子 为自己修建一座精美的陵墓 并且终身不能再娶 沙甲涵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妻子 终究是没舍得拒绝他的请求 又或者说 即使太基没有留下那样的遗憾 沙甲涵又极大的可能不会再娶 因为在太基离开人世后 正直壮年的沙甲涵一夜白头 回到皇宫后 也只是一人独坐在一旁 几乎不语不识 只是默默地流泪 由此可见 他对妻子的爱 只是人死终究不能复生 沙甲涵身为国王 身上的担子也是十分重的 所以 在消沉了仅一个月以后 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他向全天下宣告 自己日后不会再娶 并且下令 宫廷两年之内 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活动 沉浸在悲伤之中的沙甲涵 为了完成妻子的心愿 不惜花重心 从世界各地请来最好的工匠 他决定为太极 建造一座全世界最美丽的陵墓 以表达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 为了能够离太极近一些 他将陵墓的地址 选在了亚木纳河南面下游 这样 他就可以每天站在河上游的皇宫上 眺望自己的王后了 太极陵内外 均是由太极最喜欢的纯白大理石覆盖 同时大理石上还镶嵌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珠宝 细枝末节处也都是珍珠和玛瑙 整个宫殿十分奢华漂亮 走进宫殿去 目光所至 皆光彩夺目 这不仅仅仅是一座宫殿 更是沙甲涵对妻子深沉的爱 他甚至不惜掏空国库来修建这座宫殿 国库掏空以后 为了能够继续修建宫殿 他又开始增加税收 致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终于在经过二十二年后的精雕细琢以后 1653年 太极灵终于竣工了 沙甲涵为了修建太极灵 大肆劳民伤财 那么太极灵修建完成以后 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事实上 他还打算在太极灵的对面 修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宫殿 来当做自己的寝灵 这样就可以永远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了 但由于太极死后 他一心沉迷于修建宫殿 无心之国 所以整个王国内部早已破碎不堪 他的儿子们也盯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想要篡夺父亲的权利 而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初沙甲涵是杀死了自己的兄长 才登上王位的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时隔多年 自己的儿子也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他的儿子也是兄夺位登上王位 还把年迈的沙甲涵囚禁在了阿格拉城堡 此后的八年 沙甲涵都难以离开城堡 相传太极灵建立以后 沙甲涵每隔七年就会换上一袭白衣 去太极灵为妻子献花 每次呢都会以泪洗面 但是在他被囚禁在城堡中后 他每天能够活动的地方就只剩那么一点 就连太极灵也去不了了 于是他只能站在城堡中 远远地望着自己妻子的灵墓 以此来寄托自己无尽的挨死 就这样过了八年 年迈的沙甲涵终于离开了人世 而他的儿子并没有为他单独修建灵琴 只是将他葬入了太极灵中 分别多年的夫妻二人 也算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重逢了 千年之后 太极灵早已不仅仅只是一座灵琴 更是著名的风景区 游客们络绎不绝 世人在感叹太极灵宏伟的同时 也向往着至死不渝的爱情 殊不知太极灵本身就是悲剧的象征 太极虽然贵为王后 但在婚后十九年的生活中 他一共为沙甲涵生下了十四个子女 几乎没有好好休养过 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所以才会落得个英年早逝的下场 就算他的丈夫很爱他 但两人也只能阴阳相望 再也不能团聚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生下来的孩子 腰折率极高 最终只剩下了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 而沙甲涵虽然身为至高无上的帝王 但前半生颠沛流离四处征战 后半生又一直活在丧妻之筒中 只能靠一座冰冷的灵寝 寄托着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最后还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囚禁了 就连想念妻子 也只能远远地观望着她的灵寝 这何其悲哀